大批員警破門而入 掃到地點位在台東商辦大樓內 桌上一台又一台的電腦 全是洗錢工具 台中警方再破稅房集團 涉嫌殴打送信南大聲的二少 遭起底投資不易網站 其中關鍵號碼曝光 查獲的四台名車車牌號碼 也都是2580和網站名稱相呼應 數字密碼2580由上到下 正好連成一線方便賭客遷賭 會以這四個數字命名 據說是許姓嫌犯 當年在經營工程行時的車牌號 被當成是起給車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水房主嫌 徐姓男子2580遭起底後 上游的水房也被查出 儘管規模不大 但卻有一條龍綿密的作業系統 集團除了2580娛樂網 另外還有兩個不易網 為了方便洗錢 另外成立水房 警察 搜索 來 證件 警方巡線掃蕩 發現他們利用中國人頭帳戶洗錢 半年來非法金流 高達新台幣二十三億 這下得要吃勞飯 替自己的不法行為付出代價 三人群人張文賢 許湘雲 台中採訪報導